来来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这位东三省 东北人 但严格意义上说呢 东北人他里头有区分 就是黑龙江人 吉林人和辽宁人还不完全一样 你比方说辽宁吧 相对离南方近 改革开放的稍早一点 辽宁人的经济头脑啊 相对就比黑龙江 吉林人活泛一起 有那么句话吗 辽宁间 龙江虎 中间夹二百五 啥意思呢 辽宁人呢 聪明一些 黑龙江人有时候挺愣 吉林人呢 做事呢 往南看看辽宁 往北看看黑龙江 稀里糊涂 生活上也无所谓 所以叫中间夹二百五 这没有任何贬低吉林人的意思 你听着骨子里头就透出那么一种琴线 这也是东北一个特点 咱们可以随时的说别人两句 但也能允许别人说你 甚至咱自个糟蹋两句 有什么呀 东北老爷们怕什么的 又说不坏是吧 所以你看东北人这个性格特征啊 他很有意思 你好多人说东北人什么豪爽啊 热情啊 大方啊 幽默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结合地文化 咱说说东北人的性格特征是怎么来的 你不要咱们说 都说东北人豪爽 大方 热情 时尚 这个最能体现在什么上 吃饭 你不要说招待客人 咱们就要招待钱 一上来咱都得先说作为主人 吃好喝好啊 喝好吃好啊 连家里头有的时候女主人上来劝你 你都不见得能受了 哎 你看你们来了 头一回进家门 嫂子我不会做啥 反正这几个菜了 凉水温成热水 这片心我得表表 来嫂敬你们各位一杯 这我都干了 你们随便 你说你不喝好意思吗 所以这东北人这种豪爽 无论男女 他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这是 吃完喝完了还得问 那没吃多少呢 你看这生这老鞋东西 他怕你吃不好喝不好 你看劝酒更典型 咱们外不喝好 那不干倒了 就是你不管谁坐到这 他实心实意的让你多喝点 所以有那么句话吗 叫宁学喝酒意 不学下棋心 咋意思 喝酒都盼你喝多了 多喝点 也是为你好 下棋可不是 都憋着坏 我得要赢你 所以人说这喝酒呢 体现东北人豪爽 你看喝酒 劝酒那话啊 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甜甜一甜 感情铁和吐血 当然也有宽容的 只要感情再喝啥都不算赖 只要感情有饮料也是酒 你就听这些话 东北科里边 骨子里就透出那么种豪爽之气 为啥劝酒呢 这有来历 酒是粮食精吗 这这粮食酿造啊 过去缺粮食 那酒更舍不得客人来了 好东西拿出香给客人 所以这是劝酒的力 就透着 咱们能不能这一心替别人着想 希望能跟别人搞好这关系 有这种交情 所以豪爽 大方 热情 时尚 而且这种时尚啊 不光是说我一心对别人 东北人还有这特点 也以为别人会一心对我 其实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你看有一年春晚上 魏基安 黄小娟 郭东霖 仨人演个小品 叫时尚人 这郭东霖就演的时尚人 到人家人说 坐也吃点饭呗 他以为人真心请他 坐着这饺子 啤酒就来让了 其实人家就是客气客人 是有吗 叫他对别人时尚 他以为别人对他也时尚 其实现代社会复杂的 跟过去不一样 那么说东北人这个豪爽 热情 大方 时尚 从哪来的呢 怎么给逼出来的 闯关东逼出来的 因为东北人历史上都是闯关东过来的 这说起来呢 大清1644年入关 这大清王朝 明朝灭亡了 清起来了 关外呢 这是满族的发乡之地 所以说对这个人口呢 对汉民族进到关外 严格控制 怕把这个满族龙脉给弄断了 这咱们看陆顶记的小说行吗 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 你比方说到了大清同志年间 整个关外多少人呢 再集人口5500人 说关里呢 你就说山东 一个省多人 75万人 你琢磨琢磨这个人口反差得多大 一赶上大荒年了 坏了 75万山东人 搁什么养魂 有的人就说了 关外黑土地养人 地广人稀 道成饿不死 不少人冒着危险 为什么说冒着危险 闯关东闯关东 你合法的能叫闯关东吗 当时清政府不让 但那挡不住要活命的人 那乌洋洋就往关外去 所以这是闯关东持续200多年一个最重要理由 这块遭灾荒 就得到关外 说黑土地养人能活命 可是闯关东容易吗 太不容易了 对啊 当时两条罩 陆路和水路 水路咱们有朋友看那个电视剧闯关东知道 从烟台出海 最后到旅顺 沿道上走三四天 在水路上走 那大海 波海 大风大浪的 随时有生命危险 而且这个闯关东高潮的时候 1900年前后 那是正赶日俄战争 一个炮弹过来 整船人就完蛋了 所以水路风险特别大 有的人走陆路 都奔锦州 从山海关这里边过去 可是陆路这一道得走好长时间 你要是倒上人 我缺一口吃的 我给你 你缺一口吃的 你给我 反正不这样的话 连山东都出不去 咱们快传过东里面 就在船上走水路的时候 那不是最后那个做生意的先生 眼看身体就不行了 就要饿死了 完了这个闻他娘呢 让自己三人的船姐 给他口煎鸣 把他救活了 就你不这样帮扶的话 那死的人更多 当时闯关东路上死老人了 能到东北呢 都是体格好的 但是这个沿路呢 你帮我 我帮你 形成了互帮互助的这种习惯 所以你这有危难 我说给你 那等到自个儿有难说 人家也帮他 所以你不要以为豪爽 热情大方 那是完全无私的 他这里有点交换的味道 就是我日子不行的时候 你帮我 那么到你日子不行的时候 我才能帮你 要我日子不行 你理我都不理我 那你早晚有一天不行 你谁帮你 就是经济不发达 生活很贫困 谁都有遭难那一天 需要别人帮 这就叫天下能有心连心 穷不帮穷谁照 你等到了东北更是如此 那地也不是随便种的 虽然说这个地广人稀 但你种地 你也得从基层干起一点一点的 东北天寒地洞的也都有一个为难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不去帮人家去 等到你不行的时候 人家也不会帮你 所以这里头有那么点交换的味道 所以你记住 任何一个地方性格形成 它绝不就是积极因素造成的 也都有一些反面的消极因素 而且这个豪爽大方在我看的 它有局限 你进去东北一家人里头 有好多展现东北人豪爽大方的地方 可是你琢磨琢磨东北一家人 他最后那首歌唱的 阿门家就是你的家 你来不来的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 你办不办的 阿门家就是你门家 你来不来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阿门家 哇 现在万人一靠一靠 你听着挺好 为啥咱现在俩儿都穷 我们家就你家 来嘛咱一块凑凑凑凑凑凑凑都活下去了 可有朝一日呢 你看 我们家就是你的家 他对你很热情嘛 哪天他又不醒来 他要求你回报 可能报回报就过分了 你的家就我的家了 你的钱就我的钱了 你的媳妇就乱套了 所以你细想一想 我们家就是你的家 这种你中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跟现在的发达的经济社会 有点不相违和了 你有你的空间 我有我的空间 你有你私有财产 我有我私有财产 很难办 这就像什么呢 咱都住平房 都穷 我家包饺子给你送点 你家这个窝头给我点 互相这么往来 你最起码说这种豪爽热情 会发现在现代社会里 就有个弊端 他对你特热情 这是俩人好的时候 一旦翻脸 不少东北人翻脸不认人 你这就是个弊端吗 你说南方人 人对你挺冷的 可是人对你也没啥伤害 各干各的 各算计各的 别互相之间弄得你中我 我中你 最后利益上缠家不清 所以我说这里头 有利有弊 你大伙咱们作为东北人 自个儿也得琢磨琢磨 咱们身上这些毛病有没有 但是东北人有一点 确实从打东北人 这个可以说群落产生以来 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是幽默 东北人这个幽默 我跟大伙说实在 那可是其他地方赶不上 有人说你怎么认为 你看赵本山 多年小片王 不光他一个 有人说那周立不可代表上了 郭德纲代表天群 人家也幽默 你再看看黄红 潘长江 龚汉林 就是东北人在搞笑这方面 那多年来春晚的小品王 都东北人得的 而且春晚上 好笑的小品 大多数是东北人创造的 大多数是新年来春晚的一年 与年辆 那边 那边